無時無刻都要躺 它的名言就是 能坐著就不要站著 能躺著就不要坐著 所以它最大的特色在家裡 就是無時無刻都躺著 今天要做一個蠻有趣的企劃 情侶的平常生活裡面 應該都會看到對方一些習慣 請問你通常對哪一種習慣比較有印象 一人舉出一張 直接模仿 我跟妳說不模仿都不知道自己有這樣的習慣 而且我跟妳講 那種印象深刻的習慣 通常是妳覺得蠻討厭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 情侶有一些很奇妙的習慣 我們就把它演出來 Let's go 首先由我來模仿兔顏的壞習慣 第一個 睡覺的時候被子永遠蓋一波 然後睡得非常常見 我保證給我被子 妳不是剛剛才睡醒嗎 妳為什麼現在又要睡覺 妳不要煩我 我被子 來 妳被子都蓋這樣啊 想要睡醒之後還是這樣 要折被子囉 不用折耶 來 請告訴我們 吐寶第二個很奇怪的習慣是什麼 背部都亂脫 很懶命的地方 好熱喔 好熱好熱 吐寶 臭吐寶 妳衣服又這樣給我亂脫 妳每次都這樣 我家是不幫妳洗衣服囉 妳幹嘛假裝好像很認真的樣子 妳每次都這樣 妳都看超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衣服有這麼難弄的 超煩的 第三個 跟前跟後就是不幫忙 妳剛剛怎麼在那邊跟來跟去都不幫忙 我就是想黏著妳 超煩的 第四個 這東西 都會聽到聲音 好像有衣服看著 他的狼 超兔寶 衣服是我洗的耶 這衣服已經發生了 頭髮還沒有 第五個 就是會吵架到寶寶 但是都會獲得清清 然後再趁機自己抱 寶寶狼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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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寶寶 不是要寶寶 不是要寶寶 就是這樣很煩 很煩的那一種 然後這個人通常都不會有煩 好來 剛剛狼現在模仿我這麼多 好像我真的確定很過癮 我現在就來模仿他 寶寶狼呢 到這段時間他都會在玩手遊的蓋房 五十五刻問他 用手機的時候在幹嘛 他說 你知道的 我在幫你賺錢啊 賺星星啊 我就來看 五十五刻都在蓋房子的樣子 寶寶寶在幹嘛 蓋房子了 洗澡囉 好 到我把玩得起 你在幹嘛 洗澡的囉 又在蓋房子啊 沒有了 走了 不要再蓋房子了 一下下就好 我們會不會再灌就走好不好 臭狼 你躲在裡面幹嘛 沒有啊 是嗎 對啊 啊啊啊啊 整個我的小空間 你在幹嘛 你知道嗎 又在蓋房子 給你賺星星了 五十五刻都要躺 他的名言就是 能 坐著就不要站著 能躺著就不要坐著 所以他最大的特色在家裡就是 無時無刻都躺著 哪裡可以躺就躺哪裡 我們先來看他怎麼躺 好累喔 好累喔 臭狼 你為什麼一直躺著 很累耶 看我的腳 很煩耶 我來看完他各種躺姿了嗎 就是 隨時隨地 五十五刻 哪裡可以躺 就要 由他躺下的主機 另外呢 他躺的很奇怪的姿勢 各式各樣 最奇怪的是他的腳腳 有點不懂 為什麼有人腳腳會這樣 我們起來看他的腳會怎麼樣 搭配他的躺 OK 寶寶狼又躺著啊 好累喔 舅舅在幹嘛 不要管我 舅舅這麼奇怪啊 不要管我 不要看 就是我們家寶寶狼呢 他無時無刻呢 都會 預備要哭 就是不管我跟他講什麼 他都會覺得被責備 然後下一秒就要哭 我現在就要模仿他如何哭泣 給大家看 臭狼 你要躺著 老大做沒有 大哥 爸爸你腳腳怎麼那麼怪啊 老大做了 臭狼 你又蓋房子 老大… 臭狼他有一個習慣 就是叫做 引爆自爆 就對我的壞習慣 他就會用 引爆自爆的方式來對付 剛剛他不是有說我衣服都會亂刮嗎 我現在就來展示他如何 引爆自爆對付這些衣服 寶寶郎 幫我刮外套在旁邊 臭兔寶 你衣服又這樣子 就給你這樣掛 這樣掛有沒有 臭兔寶 你後衣服我就這樣給你掛 好啦 上述就是情侶們之間的一些小習慣 但通常是我們很受不了對方的小習慣 是不是很多看了都覺得超煩的 我覺得超煩的 那你覺得我最煩的是什麼 就是以上上述的習慣 都蠻煩的 就是這樣 每次都抓無辜啊 做錯事只要好可愛就沒關係 對 只要好可愛就會沒事喔 大家學起來 那我覺得最討厭的是蓋方 妳說我給妳雙星星耶 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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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 然後下面可以留言一下 就是情侶們之間的 有趣的小習慣 好囉 就這樣囉 黑狼說掰掰 有趣的小習慣